比如说他跟你聊天或者是干嘛 两个人可以加个微信的这种 我是能接受 原来是他一上来给我的目的性太强的这种 我都会听 我不太喜欢这种 哈喽这里是大三大师TV 我是Chris 那么在女人的实际经验里 他们也许不清楚 他自己喜欢的男人是什么样的 但是每一个女人非常清楚 自己讨厌不喜欢的男人是什么样的 你讨厌什么样的男人 那么这个是我询问过女人最多的问题之一 但凡是有一点姿色的女人 在他们的现实当中 能够接触到阿尔法男的经验可能并不多 但是他们去拒绝一个β男的经验都不少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让女人最下头的六种男人 女人最讨厌的六种男人 让兄弟们学会在跟女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正确的去避坑 那本期的内容非常的干货啊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在视频下方点赞 那首先第一类男人叫做装逼男 大部分男人他的通病呢 就是喜欢在一个女人面前去显摆 显摆自己的实力 自己有多牛逼 自己有几套房 生活档次有多高 那么从小时候上学那会儿呢 在女人面前逞能 长大了呢 在女人面前吹牛炫耀 就像一个男人吹嘘他自己的羊具有多大一样 非常的低级 非常的low逼 男人的思维通常是一根直线 他们总想把自己的优点 一股脑的展示给女人 然而呢 如果装逼这件事情 能够撩到妹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β男了 因为是个男人 他从小都会装逼 根本不用学 那反观女人啊 正是因为他们从小看惯了各式各样男人对他们装逼的手段 所以但凡一个男人在他面前表现出这种显摆 这种装逼呢 女人他都能快速的感应到 那么这种感应就像是一位男士与一位女士初次见面的时候 这位女士刚落座就把自己的大奶子给掏出来 告诉你 她的奶子有多大 很多男人喜欢她的奶一样 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女人 你是不是会觉得她就是一个傻逼 而这样的男人在女人眼中也是傻逼 所以大部分男人初次见面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女的 是非常非常下头的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男人他会喜欢 因为喜欢这样的女人的男人 仅仅只是想睡这个女的 只是想把这个女人当成是一个谢欲工具 那么女人也一样 我们反观女人如果他遇到一个男的很装逼在他面前显摆 那么女人对这样的男人表现出的兴趣 他也不是对这个人喜欢 这样的女人完全就是冲着这个男人的钱去的 把这个男的当成是韭菜割他 所以这样的男人泡到的女的都是好吃懒做 都是喜欢看中这个男人钱的这样的女人 这样吊铠子的女人 这样的男人在女人的眼中就是人傻钱多的一块肥肉 仅此而已 那么还有一种装逼男的 我们称之为中年油腻男 那么这种男人的特点是年少得志 但是中年以后却江河日下 江郎才尽 喜欢拿自己曾经的这种辉煌的经历来吹牛逼 反复的讲反复的吹 摆出自己是一副长辈的姿态 目中无人 以老卖老 觉得所有的晚辈都是他的学徒 都应该听从他的建议 才能达到他的人生高度 才能像他一样成功 这非常非常的low啊 尼采曾经就说过 谦逊基于力量 而傲慢的基于无能 如果一个男人 只能靠他拿过去的辉煌来吹牛的地步 他只能落到这个地步啊 证明他已经将狼裁净了 就是已经太惨了 知道吗 那么一些刚出社会 没有什么经验的朋友 接触到这一类的人 这种很low的这种 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 会被他口中的这种辉煌精力吸引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他每次讲的东西都是同样的话 吹的都是同样的牛逼 你听了多了以后 耳朵都快听出老简了 终于才明白 原来呢 他们吹的牛逼 所谓他们口中的那种训导 都是假的 他内心当中只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尊重他 挽回他那点可怜的不行的自尊 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的落魄 所以达芬奇曾经说过呢 微小的知识使人骄傲 而丰富的知识使人谦逊 那么达芬奇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是米兰宫廷的御用画师 更有文艺复兴后三节的美誉 但是他不满足于现状 他辞掉了宫廷画师的工作 他回到了佛罗伦萨 潜心深造 才创作出了这个旷世绝作 蒙娜丽莎获得了古往今来极高的艺术成就 所以说啊 一个真正牛逼的人 他是不需要别人来认可他自己的 因为诚意在认可当中呢 只会让自己止步不前 牛逼的人呢 他们永远不会满足现状 无论人生在哪一个阶段 都不会停止成长 而眼界低的人呢 只会满足于过去的辉煌 永远天花板就在那里了 那么第二种女人讨厌的男人叫做懂歌男 那么用一句话概括 这样的男人的特点就是不懂 装懂 那么今年的我们讲过一个全新的概念 叫做价值语境 那许多兄弟啊 他认为价值语境 意思就是去炫耀自己的知识有多渊博 自己有多懂 那其实这样的一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啊 比如我们新一期最新的 你可以回看前几期最新的一期 讲价值语境实战的视频 在底下就出现了大量的懂歌男 指点江山 这种说教式的交流方式啊 如果摆在现实当中跟女人去互动 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逻辑辩论 那么这种沟通一不小心 就会变成去争论观点上的对错 而非是说服技巧 但是呢 这也是许多男性普遍的直线思维 因为他们看待问题 他们是很喜欢去纠结那个问题是 是非对错 然而女人他在意的并不是是非对错 女人他并不在意是非对错 他并不注重这一个点 那么女人在意什么呢 我们会后面讲啊 那懂歌的底层逻辑是 他们在一段交流中 事物的是非对错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在女人的视角里 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跟他纠结对错 讲是非 他会觉得这样的男人是典型的 毫无情趣的一个直男癌 就好比啊 女朋友跟你吵架 把你以前所有没有兑现过的承诺 把一些在交往过程当中的鸡毛小事 拿出来 搬出来 指责你 而你呢 去针对这些事情 跟他一件一件的讲事实 摆道理 你去跟他讲逻辑 那你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 在女人看来重要吗 在女人看来一点都不重要 那么在红药丸当中 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永远不要去试图跟女人讲道理 这个并不是说女人他妈很蠢 她们的头脑无法用逻辑去理解这些道理 女人的头脑其实不蠢 而是她们压根不在意 不在乎这些东西 因为女人的天性是hypergamy 目强则偶 这意味着她们只在乎强者 也就说一个强者就是真理 这也是磁性自古以来的生存之道 这是她们能够生存至今的一种生存智慧 所以说框架才是核心 才是吸引的根基 而不是你这个逻辑有多通顺 能够说服她 因此在价值与境的交流当中 你讲的这个知识点的是非对错 在女人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男人他的关注点都放在这个是非对错上 那么在女人看来就会变成不懂装懂 或者是在他看来你是毫无情趣的男人 起不到任何价值吸引的作用 那你这个价值与境 他的这个出发点他的作用就适得其反了 反而还会可能变成一种低价值的信息沟通 我们本来讲价值语境就是你通过价值语境去吸引女人 但是你却适得其反了 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1加1等于2 这个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讲是他们所理解的数学知识的语境 但是罗素在数学原理当中花了30页长文 他去论证为什么 1加1等于2 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逻辑本身不能用逻辑来证明 因此如果你跟一个数学专业的女生 你去交流就可以套用数学原理中的价值语境 你可以用这个价值语境去阐述一些你的个人观点 而这些观点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你去论证这个1加1等于2的过程 所以说价值语境其实就是在语言逻辑的game当中 加入了特定的语境的这个滤镜 它本身只是一种工具 让你的语言逻辑的这个game 可以去适配兼容不同类型的女人 不同语境 不同知识 不同层次 不同阶层的女人 比如呢 你跟小学生game的时候 你只要告诉他1加1等于2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跟一个数学系的研究生 你就可以通过数学原理告诉他 为什么1加1等于2 但是如果你连语言逻辑的这个game都没有的话 那么价值语境对于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甚至我觉得很多人去学这个东西是一种鸡肋 那么关于它的具体用法 操作细节 我们都会在今年即将更新的慢生方法2.0当中 把语言game跟价值语境完美的结合 告诉你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价值语境这个工具 输出最顶级的语言逻辑game 让你跟女人的互动 你的交流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第三种让女人最下头 最讨厌的男人 就是讨好男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舔狗归男 β男 就是属于第三类男人 那么我们来讲底层逻辑啊 这种男人在面对女人的时候 他的框架就是低人一等的 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卑微讨好的姿态里 那么我们以前讲到过的提供价值也好 或者我们讲的价值语境也罢 但当你的框架不对的时候 你所有行为背后的沟通 都会变成一种错误的低价值的信息传递 你的提供价值会变成一种羡慰和讨好 而你的价值语境会变成是迎合女人的兴趣 和他喜欢的话题 所以说框架是核心 你的技巧都是用来辅助你的框架的 那吴京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习武不是为了去打架 而是为了看到那些傻逼以后 能让他们跟我好好讲话 其实这句话说得很通透啊 放到这里其实是一个道理 当你在女人面前 你的框架比他低的时候 这意味着你的社交定位点是低于他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讲的话 你所有的输出 你所有的技巧 其实本质上来讲 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他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的 所以讨好男 他把自己就放在了低仁一等的姿态 他已经被女人默认的归类在 beta的那个范畴里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不管是什么技巧 不管是什么行为 最多在女人眼里 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 有价值的工具人 或者是备胎 仅此而已 女人会给这样的男人正面反馈 但是他给你的正面反馈 是对你的讨好 对你献的殷勤 对你的摇尾巴的一种奖励 仅此而已 那么最高级的舔狗 讨好男 他们日复一日的跪舔 舔了很长时候女人 舔了恩年 终于睡到了他心目当中 所谓的心仪的女神 但是这个女人其实也是强忍着自己内心的这种 这种反胃恶心 压根谈不上有任何的吸引 女人他能跟这样跪舔他的男人上床 他其实发自内心是不想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的 他只觉得你可怜 你跪舔了他那么多年 太可怜了 他可怜可怜你 给你一块肉吃 用自己的性满足一下你 仅此而已 因为对雌性物种来说 面对低于自己的弱者 这是一种出于他们生理上的 本能上的厌恶 所以说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很多人跪舔他就不明白 他自己把自己给洗脑了 所以说失去框架就等于失去吸引 而讨好男的他们在一开始 就已经自我失权 他把主动权给了女人 失去了框架等于失去自我 而如何通过语言上的组织 正确的表达去构建 你在交流时的框架 这些细节呢 我们会在曼森方法2.0 价值语境语言逻辑当中 作为重点的干货来交给大家 第四类 最让女人讨厌下头的男人 叫做善渡男 女人他是一种很善于 制造嫉妒的动物 他们通过制造嫉妒 来获取男人的关注 例如他没事会说 某某高富帅开跑车追他 但是我看不上 某某大哥送他名牌包包 等等等等 不过呢 这种都是属于比较低级的 女人才会用的手段 如果高级一点的女人 她们会侧面向你展示 自己很受欢迎 自己行情很好 例如呢 她会在约会的时候 丝毫不掩饰的 接听男人的电话 她会回男人的微信 甚至呢 她会很直白的告诉你 跟你结束以后 她接下来要去别人那里玩 或者她会告诉你 我跟你待不久 因为一会儿 我要赶着去朋友的场子 她就告诉你 你不是她的唯一 她不缺你这一个 那么许多男人呢 通常遇到女人这样的行为 出现的时候 在这一刻心态就崩了 她把情绪全部都写在脸上 像一个小孩一样 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要去找其他的男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他妈是个婊子 你是个荡妇 试图去阻止女人 但是呢 在女人看来 他看到一个男人 对他做这种事情 他会觉得你他妈太傻逼了 知道吗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下头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男人 意味着你不能很好地 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自然界当中啊 只有冷静 淡定的雄性 才能够在面对各种灾难的时候 存活下来 所以这样的一种 在刻写在基因里的逻辑 是在我们人类身上也有的 那么如果一个男人 受到一丁点刺激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这样的人类啊 在人类的潜意识层面 这样的男人 意味着生存能力低下 抗压能力差 是无法给女人带来那种 他是值得靠得住的 那种安全感 所以呢 当一个男人 他表现出来这种善度的时候 掩盖不了他的这种善度的时候 其实他的吸引力 是直线下降的 甚至无法通过女人 他对一个男人的最初的那个筛选 他会把这样的男人 默认的归类到 吸引力低下的 β男的那个范畴里 都不提什么α男人了 你就直接是无吸引力的 低价值的β男了 那么第五种男人 叫猥琐男 猥琐男指的是 在女人眼中的怪人 他们通常会用各种 各样奇怪的方式 来向女人表达自己的爱慕 把自己学到的 那种土味情话 什么撩妹套路 什么撩妹游戏技巧 不分场合 不看情况的 就对女人使用 那么这种男人 要不就是极度的饥渴 就看到女人就饥渴的不行 像一条狗一样 要不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就是学gain已经学中毒了 对吗 学成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种 泡血屌丝 但是在女人眼中 他就是一个猥琐男 那我问过很多的女人 我说微信上这么多男人 找你聊天 包括平时 不止我一个人搭讪你 但是为什么 最终你会选择跟我出来 就是你碰到我那天 有好几个男生 一路上大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走路走路就跑过 就是他的对话 我就觉得我不喜欢 就可能他比如说 他一上来就说 我觉得你长得 什么什么什么 我能带你威尽吗 我觉得目的天太长的男生 不管他长得帅不帅 我都不会带你 比如说他跟你聊天 或者是干嘛 两个人可以带你威尽 就这个 我就能接受 原来是他一上来 给我的目的天太长的 这个我都会记住 我不太喜欢这个 他们通常都会告诉我 首先啊 他们会看这个男人 会不会讲话 有没有情伤 那如果这个男人 他情伤很低 他在这个男人的语言当中 感受不到 就是对女人的尊重的话 他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样的男人 在前期排除掉 这个是女人的视角 女人讲的 那么在这里啊 对女人的尊重 可以理解为 把女人当成 是一个人的基本尊重 而猥琐男 他们的眼中 或者是学炮穴 中毒的炮穴屌丝 在他们的眼中 女人早已不是人了 知道吗 是他们肮脏 想象意淫的对象 并在网络上 你去讲话 是不用负责的 所以猥琐男 炮穴屌丝 他们就口出狂言 肆无忌惮 但其实在女人眼中 这样的男人 他妈是很奇怪 很low的 那么一个现实当中的 天生好手呢 他一定是一个 情商很高的人 而许多土味团队 教所谓的套路 话术 所谓的大道理 本质上就已经脱离了 社交的这个范畴 所以才会培养出 那么多的 在女人眼中的这些 猥琐男 这些炮穴屌丝 因为他们不懂底层逻辑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交给你底层逻辑 比如说像前一期 跟柯老师PK的那个人 就是女人眼中的怪人 就是炮穴屌丝 所以事实上 任何的一个社交 它都是有一个 既定的背景 既定的前提 在网络上 其实也不例外 那么判断社交的背景 其实就是一种 情商的体现 很多人他判断不出背景 所以不分场合 不分时机的 跟女人讲话 那么在我们的 高阶技术当中 我们把Game初期 制造男女前提的框架 语言技巧叫做前提 而前提其实就是 社交背景 就是你先要 去跟女人交流的时候 你要去 能够用你的情商 理解到 那是一个什么场合 你该讲什么话 你要理解到那个背景 所以你的女员 要去判断背景 分场合的去使用 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在公司开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上 你对着女领导 就开始调情 你说我的心里只有你 你又在你朋友的葬礼上 对着死者的家属 就开始推拉 说这个人死得好 那么你的下场 是非常严重的 就不是变成怪人 或者猥琐男 那么简单了 你直接会被这个社会 归类为边缘人 所以猥琐男 其实本质也是这样的人 在女人眼中 她们是一种 低社会化的表现 而作为 社交动物的女人 她们寻求的是一种 高质量的社会认可 低社会化 程度的男人 在女人眼中 就像是一只猿猴 知道吗 那么这样的男人 是根本无法融入 集体在社会当中生存的 而女人也是不可能 真正被这样的男人 所吸引的 她只会对这样的男人 好奇 但是不会被这样的男人 吸引 当她知道这个男人 是个怪人 是个边缘人的时候 那么许多学game 中毒很深的男人 在大街上 肆无忌惮的 疯狂的搭讪 玩flash game 对吗 实际上呢 她们在女人眼中 就跟猿猴 没有进化成人的猿猴 听清楚猿猴不是人 没太大区别 那么最后一种 让女人最最下头的男人 最下头的 就叫妈宝男 没有质疑 我觉得这是让女人 最讨厌的 那么这一类男人 本质上是 完全没有自我 就是这样男人的特点 那么我之前看过 国内的一个新闻 说丈母娘 在新婚的洞房里 去指导新郎和新娘 如何进行房事 这个新闻很扯 我之前在阿尔法之声里 也讲过 那么你想一下 一个男人 他连自己的本能 都需要别人的建议和指导 那请问 这样的男人 跟被阉割了 有什么区别呢 那实际上 男人在成长的道路上 我觉得每一个男人 包括我自己 柯老师也是 或多或少 都会经历 妈宝男这个阶段 就是俄迪普斯情节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 童年时 他被他的母亲 照顾的太好 他始终没有走出 他的俄迪普斯阶段 那么他成年之后 他的β特质 就会特别强 通常β男最明显的 这个特点 就是没有主见 没有自我 一切行为 都遵循权威 这个权威 可以是他的家长 老师等等等等 都听从权威的安排 他自己是没有任何想法的 所以其实中国社会 就是一个 大家长制的社会 而中国人 他的家庭观念 都特别的强 很多中国的父母 他巴不得一辈子 能够陪同在他孩子的身边 陪同他走完全程 但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吗 那么武汉大学的心理学家 武志宏就写过一本书 叫巨婴国 他就批判了中国社会的 这种现象 他说中国的这个 大部分人都在口语期 就都是巨婴 所以呢 如果对game 有基础的兄弟 都知道 女人在两性关系当中 渴望的男人 是能够带领他的男人 女人永远是 坐在副驾驶的角色 而男人永远应该是 掌握方向盘的角色 而不是相反 如果一个男人啊 他连自我都没有 那么他压根不知道 自己的目击地要去哪 请问一个没有目标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的男人 有任何一个女人 会去选择这个男人吗 那么如果男人是一班车的话 这班车连去哪都不知道 你会上车吗 所以女人口中 所谓没有上进心的男人 就是不知道他要去哪 他缺乏自我 缺乏使命感 没有目标的男人 其实就是这样的男人 所以呢 一个男人内核里 最重要的就是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不管你要去哪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你要有一个目击地 那么当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以后 女人他才愿意上你这辆列车 不管是短途旅行 还是长途跋涉 这个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那么我希望今天柯老师讲了这些内容以后 你可以想清楚 你自己 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以及你自己 是谁 好吧 那么喜欢本期的内容 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 分享 那么只有你点赞 才会让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支持你左爱 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那么如果你选择沉默的话呢 在以后 这样的真相 就会被埋没 当你遭受苦难的时候 将没有人替你出来说话 所以一定要给本期视频点赞 把真相带给更多人 让更多男人可以红丸绝想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 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和分享 在小银档面上按下通知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